今天上午要跟大家一起查考的主题 是生命的需求 我们人的需求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 曾经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 他将人生命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 从最低的需求 就是人需要生理方面的需求 生理方面的需求就是指着饮食或是说衣物 就是人希望能够吃得饱 能够穿得暖 当最低层生理的需求被满足之后 人就会再继续往第二个层次的需求去追寻 第二个层次的需求就是人有安全感的需求 人需要受到保护 人希望生活在一个有秩序 而且是稳定的一个环境当中 所以人会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比较原始的人类可能就会去找一个安全的山洞 住在山洞里面 在人类的社会当中也会制定法律 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规范 在一个有秩序的环境里面 这样我们才能够安全的在那边生活 当人吃饱穿得暖 又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可以居住的时候 人就会再继续往更高第三个层次的需求去追寻 第三个层次就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人也有被爱的需求 所以人需要亲情 需要爱情 需要友情 需要有一种归属感 很少有人可以孤独一人来过终其一生 人在生命当中都是群居的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归属感 当人的这三个基本需求被满足之后 人就会再往更高层次的目标去追寻 到了第四个层次 就是人有被尊重的需求 人希望所做的事情受到别人的尊重 受到别人的肯定 所以当人在基本的需求 生活上的需求都得到满足之后 我们看有些人会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利 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都是因为人希望能够受到别人的尊重 最后当一个人基本生活需要都没有问题 在社会上也受到尊重之后 在最高的一个层次 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他所提出的理论里面 人最高的需求的层次 就是自我实现 也就是实现自己的理想 实现自己的理想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他花了很多的金钱 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某件事情 可能我们身边一般的人看到这个人 花这么多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也许我们会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是对他而言 这就是他个人的一种自我实现 实现自己的理想 心理学家他除了将人的需求分成这五个层次之外 接着他又说到 当人在追求这五个层次的需求的时候 其实是循序渐进的 也就是说低层次的需求达到之后 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础 让人再继续往上一个层次的需求去追寻 也就是说如果低层次的需求无法满足的时候 当一个人吃不饱 穿不暖的时候 那当然他就不会 可能就不会去思考说 我的生命我是不是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 因为受到尊重这是属于比较高层次的需求 那低层次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之后 人才会渐渐地在往上去追寻比较高层次的需求 那当人在追求某一个层次的目标的时候 其实这些需求都会影响到人的行为 这个圣经里面也有类似的经文 我们来看真言三十章 真言三十章就是讲到说 人的需求会影响到人的行为 三十章第九节 真言三十章第九节 第九节 这是一位亚古尔的祷告 他向神祷告 求神让他不要太过贫穷 也不要太过富足 因为太过贫穷的话 他最基本的生理需求 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 有可能会因着他这样的需求 而影响到他的行为 甚至行为偏差 做出亵渎神的事情 所以低层次的需求是会 就是人的需要会影响到人的行为 甚至有可能会产生偏差的行为 所以这位心理学家马斯洛 他在他提出的这五个层次的需求里面 他提到说 当人在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才会一层一层的往上去追寻更高层次的需求 低层次的 他把刚刚这五个层面的需求 又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前面三个是属于比较低层次的需求 也就是生理上的需求 然后安全方面的需求 再来就是社会性的需求 这个是属于比较低层次的需求 那希望被受到尊重的需要 还有这个理想的实现 这是属于比较高层次的需求 那比较低层次的需求呢 是必须透过物质方面的东西来满足 就像我们食物啊衣物 这些都是 或是房子 这都是物质方面 从物质上去得到需要 那比较高层次的需求呢 是从内在的条件 比如说受到尊重 这个尊重其实有时候也蛮抽象的 那这是一种内在 要透过内在的条件 才能够满足 那人呢 对于高层次需求的追寻 是永无止境的 那在 他又提到说 人在每一个时期里面 就是说随着年纪的不同 那在每一个时段当中呢 或是说随着他生活形态的改变 那会每一个时期里面会有某一个需求 成为 就是 决定这个人 行为的一个 站在一个 就是影响力最大 某一个需求呢 会主要 站在一个主要的支配地位 来决定这个人的行为 那当 这个 人往高层次的需求发展的时候 其实低层次的需求还是需要 也就是说呢 当一个人 他这个 低层次的需求 他受到满足了 他可以吃得饱穿得暖了 那他已经在追求 更高层次的自我理想的实现 或是说他追求 希望能够受到人家的尊重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低层次的需求还是需要 不会说 今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 譬如说已经 成为一个国家的总统 然后他就不用吃饭 不会说他 达到他人生的一个高峰的时候 然后低层次的需求就不用了 不会这样子 所以当人已经得到高层次的 已经达到高层次需求的目标的时候 他低层次的需求还是需要的 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看 越有智慧的人 他就会越快往更高层次的需求去发展 因为人知道 满足高层次的需求所带来的喜悦 其实是胜过低层次的需求所带来的满足 比如说在2014年我们台湾曾经有一位77岁的老阿嬷 她的工作是在做资源回收 她靠着做资源回收的这样辛苦赚来微薄的收入 她存了一笔钱 她后来就捐了一辆消防车给新北市的消防队 这一部消防车价值238万 她这样一点一滴的慢慢的存 她存了一笔钱 她就捐了这台消防车 这是她个人理想的实现 捐了这部消防车之后 让消防队的工作可以更加的有效率 并且也得到社会对她的肯定跟尊重 我们相信在这个新闻把这件事情报导出来之后 隔天当邻居看到她在整理这些回收物品的时候 心里面一定都非常的感动 也会用非常尊重的眼光来看待她 这样的一个阿嬷 当然她很有生活的智慧 因为她知道当她高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 所带来的喜悦是超越这些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的喜悦 所以有些人她低层次的需求很快的就得到满足 她很快的就往上跳跃 就去追求这个比较高层次的需求 那人生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也会有不同的追求的生命的目标 那刚才这个是心理学家他所讲的 人生当中五个不同的生命的需求 那如果我们用我们一生的这个时间轴来看 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生命的需求 比如说在儿童的阶段 那她的生活目标也许就比较单纯 比较简单 她希望受到父母的尊重 那希望父母能够让她想做她想做的事情 大概这个孩子就很高兴 她想要出去玩 父母亲就带她出去玩 她想要在房间里面玩玩具 她想要吃饭 她想要睡觉 想要玩水 父母都能够尊重 让她想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这样在儿童的阶段 大概她就可以过着非常满足的生活 那到了这个求学的阶段呢 人所追求的就是能够希望有好的成绩 那能够展现自己特殊的才艺 比如说有些人会乐器 会绘画 或是在运动方面有比较特殊的专长 那这个是求学阶段呢 会去追求的目标 或是说希望能够考进好的学校 受到老师 受到家人 受到同学的肯定 这大概是求学阶段所追求的目标 那到一个人出社会成家立业之后 大概就是追求一个和谐的家庭关系 那在职场上追求能够争取到好的职位 那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这个大概是在进入社会之后所追求的 那当一个人收入稳定之后 那在生活的目标上面 可能在追求的目标就又会更多元化的 也许有人是美食达人 所以在食物 在饮食方面就会非常的讲究 会希望能够去购买一些比较高级的食材 或是说有机的食物 自己心里面觉得比较安全的这样的食物来吃 然后去做自己有兴趣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阶段可能人们开始能够去满足 去自我的理想 所以比如说有人是旅游达人 很喜欢接近大自然 很喜欢去爬山 去登百月 那有些人是音乐达人 精通各类的音乐 精通各样的音响器材 那有些人可能是健身达人 很会知道怎么运动 然后让我们保持好的体力 好的身材 那有些人可能 现在台湾人也很喜欢喝咖啡 那有些人是咖啡达人 有些人是IT达人 对于电脑非常的拿手 我曾经小弟在教会遇过一个年轻人 那这位年轻人呢 他平常就是难安静的 不太跟人 就是很少看到他跟别人这样一直聊天 那有一次呢 跟他谈到有关网路的事情 他就开始滔滔不绝的 就是变得很会聊这样 因为他虽然他的工作跟电脑网路 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他自己很有兴趣 所以他自己研究如何去做手机的APP 然后他也帮教会做了一套APP这样 全部都是他自己自学的 所以一谈到这个 他就整个人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就滔滔不绝的能够跟你一直聊这样 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在某个领域 你非常拿手的时候 这时候你可以用你所拿手的这个领域的事情 去教导别人甚至帮助别人 并且你在这个群体里面 你也会受到该群体的人的尊重 因为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是达人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理想的一个实现 那人到了中老年的阶段 可能身体开始出现一些毛病 所以一般到了中老年之后 除了以上 刚刚所讲的这些在生活当中的基本需求之外 再来可能就是希望能够追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五章27节 创世纪第五章27节 27节这边讲到有一个非常长寿的人 叫做马图撒拉 创世纪五章27节 马图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 我们这礼拜的读经进度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六章 因为我们是从礼拜二开始 那当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 大概会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就是这些人怎么他们的寿命都这么长 而且寿命是长到让我们觉得几乎不可思议 第二个就是圣经里面记载这个家谱 究竟他的用意是什么 那为什么他们的寿命这么长呢 这个一般的讲法是说 因为在洪水之前 这个气候是完全不同的 神在创造的时候呢 让这个地球上 他把地上的水跟天上的水分开 所以在地球的这个大气层外面 其实是有一层水层 所以当时候地球的气候是四季如春 所以人类的寿命自然就可以比较长 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人的这个身体健康 人是比较这个衰老是比较慢的 那一般的讲法是这样 那为什么第五章里面整个都是在讲家谱呢 大概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家谱 就是说我们看到每个人活得动不动就三百五百岁 甚至有到九百多岁的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 就是到最后就死了 阿图撒拉活得最久啊 969岁 但是最后又怎么样呢 最后就死了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我们就是创世纪第五章啊 其实告诉我们 就是说人寿命在场 有一天你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上 所以当世界上的人 不断在向上追求不同的目标的时候 是不是有哪一个目标是永远属于我们的 其实我们不否认有些人 伟大的人物 他给人类带来非常大的贡献 可是他们的名字呢 被纪念 就算被纪念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也不能保证说 他对这个人类的贡献 就是会永远不被淘汰 就是就算再伟大的人 他对世界的这个贡献 有一天他的贡献都有可能被这个世界淘汰 甚至他的名字也有可能被这个世界遗忘 就像我们现在可能大概二三十岁以下的这些青年呢 大概很多人没有使用过这个相机的底片 那底片在1880年被发明出来之后 人类用了大概一百三十几年 到2010年左右才渐渐就是没有人使用 因为这个数位相机的出现 那目前这个相机底片也只剩下少数的这个专业用途有在使用 那像这个打字机 这个录音机 CD 随声听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被发明出来的时候 给人类带来很大的贡献 像现在的这个CD 我记得我在国高中的时候很喜欢去逛这个一中街 那边最多的时候有三家唱片坛 那渐渐渐渐渐的呢 这三家唱片行 其中有两家还合并成一家 剩下两间 后来剩下一间 那这个从学校毕业之后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去逛过唱片行 那这个不久之前大概去年 有一次又去逛唱片行的时候 发现只剩下这间唱片行唯一的一间 连一楼店面都不是唱片行 可能这个营收太少 所以已经租不起一楼的店面 要必须走旁边的楼梯到二楼 只剩下二楼一个小小的空间是唱片行 那而且呢 有时候看一看觉得 好像新的这个CD唱片也不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类一些重大的发明 对人类有一些重大的贡献 其实有一天我们的这些成就 我们这些受到人尊重的成果以及贡献呢 有一天都有可能会被淘汰 甚至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这些贡献 我们这些成就感 其实对我们个人而言 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没有意义 都失去意义了 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九章 传道书第九章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节 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 一人和二人都遭遇一样的事 好人 洁净人和不洁净人 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 这里说到 临到众人的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一人或二人 这个当然不是说生命 这个最后灵魂的去处 这里所说的都是一样的事情 其实是指着死亡这件事情 我们再跳过来看九章的五节跟六节 传道书九章五节到六节 第五节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也不再得赏识 他们的名无人纪念 他们的爱他们的恨 他们的嫉妒早就早都消灭了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 他们不再有份了 这里说到 临到众人都是一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死亡这件事情 所以在第四节的地方 还提到说 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活着的时候是狮子比狗还要强 不管是身材还是力量 狗绝对是比不过狮子 可是当这个狮子死掉的时候 一只活着的狗比它还要强 也就是说 人类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上 无论你的地位成就有多高 还是说你只是一个犯夫走出 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但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我们在世上所有的这些成就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失具意义了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没有将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 有一天我会离世的这件事情 放在我们人生的规划当中 那我们所追求的所有的目标 其实都只是暂时性的 都只是暂时性 那有没有什么需求 是比这个自我理想的实现 这个层次更高的 也就是更超越 刚才这个心理学家所说的 满足自我需求 就是实现自我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更高的层次 而且这个目标是具备永恒性的 而不是阶段性的 那当我们得到之后呢 我们可以 因为得到这个更高层次的需求 得到这个更高层次的需求 然后我们可以心里面得到更大的喜悦 那这个目标呢 其实就是生命的需求 那这个需求呢 常常被人忽略 有些人年纪到了六七十岁七八十岁 才发现说 我必须要去追求这个生命的目标 那有些人呢很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追求这个 寻找这个生命的需求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谈说 那什么是生命 有人说生命就是希望 那俗话说呢 这个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这句话呢就是说 只要你有生命 那这个你任何都有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表示说生命是最宝贵的 生命是最宝贵 有一位 我们看到有一些年轻人 这个刚满十八岁 哇 考到驾照了 那父母亲呢 就买了一部机车给他 那通常呢都会叮咛孩子说 出去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 那安全到达是最重要的 不要赶时间 假设有一天呢 父母亲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 说你的孩子呢 某某人发生车祸了 相信父母亲最关心的 一定是那他人有没有受伤 大概父母不会 不会第一个就关心说 那车子有没有怎么样 那车子是新的 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 大概父母亲最关心的就是 孩子有没有受伤 那再来就是 那其他人有没有造成别人受伤 人都没事的话 接下来才会去关心说 车子是不是有受损啊等等之类的 曾经跟教会的同龄去关怀一个信徒 那这个信徒呢 他有一个大概30出头岁的孩子 就是刚发生车祸意外身亡 那去他们家探访的时候呢 这个家的阿嬷她就指着门口的一部机车 他说就是那一台 他就是骑那一台车 然后发生意外的 结果我们这样子看着 远远地看那一部车 其实看起来没什么损伤 只有这个侧面 看起来稍微擦伤这样而已 车子其实看起来还好 但是呢这个主人已经不在了 钱可以再赚 但是我们的生命呢就只有一次 没有了生命就没有了希望 所以主耶稣呢也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16章 马太福音16章26节 马太福音16章26节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 那你所赚的这些要给谁呢 没有意义了 所以生命才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生命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那主耶稣接着又告诉我们 他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主耶稣就是生命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4章 约翰福音14章第5节 约翰福音14章 第5节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主耶稣说呢 他就是道路 这个道路的意思呢 就是一种方法 我们要从假地到乙地 就是中间就是要经过道路 道路就是我们要达到 另一个目标 达到我们目标的一个方法 那主耶稣说 借着我 将来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去 就是找到我们生命 灵魂生命的归宿 就是借着主耶稣保血的洗礼 借着这个方法 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 主耶稣又说 我是真理 真理就是唯一的意思 唯一的方法 没有办法 没得选择的事实 这就是真理 所以主耶稣说 若不借着我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有人都是要借着主耶稣的保血洗礼 才有办法得到这个生命的归宿 那这个跟你的喜好没有关系 跟你的个性没有关系 跟你的体质也没有关系 这个真理就是唯一的方法 曾经有一位牧道者 他也可牧得到圣灵 但是求了几次之后 还没有得到圣灵 所以有一次他就来找我 问我说 神道 是不是我的体质跟主耶稣比较不合 所以主耶稣一直没有把圣灵赐给我 我说 我们都是主耶稣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跟主耶稣一定都 都不会有隔阂 可能你心态上有一些需要调整 或者说你生活当中 有些事情还需要调整 不是 这个跟你的体质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真理就是 没得选择的事实 是一个唯一的方法 比如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理 就是我们要守安息日 不是守主日 那我们要接受大水的洗礼 不是用点水礼 圣餐礼的时候要用无效饼 不是用面包 也不是一人发一个小饼 这个就是所谓的真理 是唯一的方法 那生命呢 生命就是一种永恒的盼望 所以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生命就是永恒的盼望 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的六十三节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 六十三节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我们人呢 有肉体 也有内在的灵魂 那真正的我 真正的我们 其实是我们内在的灵魂 不是这个外在的肉体 外在的肉体是圣经告诉我们 这是尘土做的 有一天都会归回尘土 所以所剩下来 所留下来的就是我们内在的灵魂 就是我们的生命 那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 所以我们的灵魂将来的归宿 就是我们要回到主耶稣那边去 那当我们找到这个永恒的生命 我们得到这个灵魂的归宿的时候 那我们心里面所得到的这种喜乐 是世上一切的物质 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我们看到有一些年长者 住在这个安养中心 那通常呢 住在安养中心的一些长辈 他们脸上很少会看得到笑容 因为住在这些地方的一些长辈 可能他们在生活当中 只剩下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 能够得到满足 不要说实现自我的理想 住在这个安养中心的这些长辈 有时候可能甚至连受到尊重 或是这种归属感都得不到 甚至连安全感都没有 有一些少数 有时候我们会在新闻上听到 工作人员去欺负这些安养中心的老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多少也会听到 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连最基本的安全感都感受不到 所以可以说有些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可能都只剩下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而已 因为他将一生的生命都用在追求 世上生活的目标 这些是必要的 但是这些都只是暂时性的 有可能到我们年长的时候 年老的时候 过去我们所追求的这些生活上的这些目标 都已经对我们来讲 有可能我们都已经失去了 所以当我们懂得去追求这个 永恒生命的需求的时候 就是得到这个进天国的盼望 就算我们在肉身上只剩下生存基本的需求 并且我们肉身的生命可能即将结束 但是我们已经得到这个进天国的盼望 我们的心里面是充满着无限盼望的 就能够很自然地流露出这个灿烂的笑容 常常到爱养中心去探访 大概看得到脸上有笑容的 大概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的长辈 虽然住在那个地方 大家过着这种团体生活 都是要受到人家的约束 什么时候睡觉 什么时候吃饭 什么时候洗澡 其实非常的不自由 但是我们教会的长辈多数 大家心里面都是对天国充满着盼望 所以都能够因着信仰 心里面得到安慰 有一次在这个教会办布道会 布道会最后祷告结束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位年轻的妈妈 她是木道者来教会没有几次 她一边祷告一边哭 而且哭到几乎快喘不过气来 所以祷告结束之后 她蹲在那边几乎站不起来 一直到负责人报告事项结束之后 大家都纷纷的离开会堂 有一位姐妹就赶紧到她旁边 把她扶起来坐在椅子上面 我看到这样的情形 因为那时候也才刚从神学院毕业不久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不知道怎么处理 刚好那次是一位资深的传道 来协助灵人布道会 我就跟这位传道一起过去关心她 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因为她就是在祷告当中 真的喘得非常厉害 当然她是也有一点除了家庭 就是生活上的压力之外 可能也有一点魔鬼的一些脚掌 后来这位资深的传道 其实跟这个目道者跟这个年轻人妈 其实也不认识 也不知道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究竟在面对什么样的困境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传道就对她说 所以你要把压力交托给神 你自己你无法承担这么多的压力 你一定要把这一切都交托给神 而且你可以试着去思想看看 当有一天世界末日的时候 这个贼书来的时候 这事实上有形职的东西都要被烈火消化 那这些造成你压力的事情 这其实都会过去 如果我们用将来的眼光 来看待现在你所面对的事情 其实都微不足道了 当有一天我们都一起在天国的时候 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 那从那时候再来看待现在所面对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已经微不足道了 因为我们在主耶稣的怀里 都已经享受永远的安息 想不到传道这一番话讲完之后 这位年轻的妈妈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她心境整个就平静下来 整个结束 弟兄姐妹都离开之后 我就请教这一位资深的传道 我说传道你怎么知道他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你怎么知道要用什么话来安慰他 他当下他都还没开口讲话 传道就知道要怎么安慰他 传道说依照他的年龄做推测 看他的年龄又带了两个小孩 大概遇到的压力不外乎就是婆媳的问题 或是夫妻沟通的问题 或是孩子教育的问题 大概不外乎就是这几个方向 所以由此可见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信仰上 我们要掌握大方向 我们要放眼天国的盼望 只要我们能够用正确的心态 去面对我们的生命 那我们很自然地可以在信仰上得到安慰 得到力量 正如学书对我们的应许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最后再来看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劳苦担重担 只要我们来到绝书的面前 他就要使我们得到安息 所以求主带领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用属灵的眼光 在生命当中呢 不忘了追求我们生命的需要 使我们在这个有限的人生结束之后呢 都能够得到那份永恒的天国福分 我们今天上午就跟大家一起学习到这边 好的 来 对